LAYO 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看哥德仁對場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2的比賽 這張地圖是米蘭德 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中間有非常多的野豬 所以可以選擇蒙古或是哥德 吃野生動物有加成為秒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們看到目前波蘭人道特是選擇了波蘭 波蘭人的話他的特色是撒下大莊園之後 在旁邊撒下農田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那挖石頭的部分也可以產生一點黃金 整體而言忽然是一個非常濃的文明 那我們就看到MBL他的這個馬在卡這個野豬 那這張地圖的一個重點就是 要先去搶中間的野豬 因為中間的野豬數量有限 而且只要先偷到對方的野豬的話 基本上可以讓自己的肉量再更多增加一點點 那對於哥德仁來說 他的這個文明選擇是非常好的 因為哥德這個文明呢是 唉唷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看一下這邊 MBL能不能把這隻村民給卡死呢 剩下一滴血 趕快拉走 趕快再趕快把村民放出來去射野豬 OK 終於村民跑進去 沒問題 守下來了 那有一隻野豬跑回去了 但是MBL選擇哥德腦 一開始就會研發這個織布技術 所以血量是40滴血 所以如果被卡的話也不太容易死去 可以盡可能拉對方的這個靠近城鎮中心的野豬 去奪取對方的野豬的數量 那這個是哥德在這張地圖的一個前期的小小優勢 你看這邊被卡其實有點沒有太大意義 但是DOT還是盡力 去做這個卡對方村民動作 想要讓對方的野豬失去視野 然後回頭的話他就可以再把這個野豬奪回來了 那如果波蘭這邊要投資一個織布技術的話 就會可能損失一村的經濟差距出來 那現在有四隻野豬是比較靠近MBL 那如果MBL這四隻野豬也能吃得到的話 就會非常的賺 那目前看到DOT這邊是已經要來開始吃後方的野味了 直接要在後方開一個模仿的樣子 因為這個地方不開模仿的話 你要這樣來回 其實有點浪費這個採移的時間資源 差一個模仿經濟效率還是不錯的 那目前看到DOT這邊是已經拉了兩隻 MBL拉兩隻野豬回家 DOT這邊想要去射 但有點猶豫 射了一下沒反應 再射一下 他想要拉一個極限的 極限拉野豬 這邊稍微卡下野豬 但是MBL沒有打算讓他這麼輕鬆 他卡前面的村民 但是DOT這裡有點危險 但是有點織布 哎呀 DOT這邊的村民被兩隻馬卡在中間 哇 再一下就死了 再一下 哎呀 DOT直接被MBL搞死了一村啊 完了 這是不是又要心結了 這個前期搞 搞這個野豬喔 真的是 真的是有夠湊的 湊好湊滿 OK 那這樣子MBL就拿到一村的優勢了 應該說是兩村喔 因為他的織布技術是可以馬上研發的 所以整體的野豬會比其他文明多出一村的優勢喔 很明確喔 波蘭這邊死了一村 又研發織布的關係 所以現在總體人口是低於MBL這邊20村的 現在是20村打18村 那目前波蘭人是打算要先把正面稍微圍一下 那這把的魔獸也是由木開局 但是大家也會想要趕快開下自己成人中心喔 然後趕快去拉中間的野豬喔 所以通常喔 這個TC位置都會見在前線的位置 但有些人會見在這個靠近黃金的部分喔 當做這個金跟木頭一起的位置 但是會離了野豬有點遠喔 所以實戰上來說 或是其他的比賽選手的選擇 還是會更傾向於喔 馬上蓋下TC之後 趕快拉野豬過來吃的一個動作 好 那目前看到 到頭這邊是要來一個大圍 那目前這個時間點喔 是不太可能會有落馬之類的單位出來騷擾的 所以這邊早點圍起來的話 也對他的壓力比較小 而且對方也沒有翅猴的關係 只有這個野生的馬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進行攻擊喔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去圍架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道德這邊呢 他的資源量其實蠻多的 也有可能是要考慮喔 去打一個直層的路線喔 那這邊村民還在繼續按 按到了23村 那如果是要打直層的話 這邊再補個一村 也可以順順上去喔 但是這邊已經補下封建時代的話 那就不是直層了 那看起來好像也不能順順上去 還是會卡個一兩村 可能因為剛剛這邊死一是存滿 所以村民數自殺按到25、26 才可以了 因為還拉兩村去圍架 好 抱歉 這個細節喔 剛剛沒有講清楚 這個還是差距了一點人口 好 那目前看到哥德這邊是打算 要來打一個棒棒 有可能是要來打裝甲塔 那哥德的裝甲塔的路線喔 算是普通 不會太強的不會太弱 那不會太弱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步兵 造價很便宜喔 所以裝甲的部分可以多出到第四隻 都沒有問題 甚至很強勢 四隻裝甲的攻擊力 打這個建築商非常高 很快就可以破牆進去了 好 那目前看到 破爛這邊是趕快把家裡圍起來 就想讓對方有機會可以進來 後面劍塔 現在才蓋了一半 好 後來人 導特把自己的肉馬 不是肉馬 這個野色的馬放到家裡了 沒有去外面探圖 他可能有點習慣喔 把自己的刺頭放在家裡 所以這個馬可以繼續去探圖喔 去找生物阿 或是找對方地形 可以的 馬在家裡也沒辦法幹嘛 這邊直接在裡面補了一個新的劍塔 裝甲這邊 裝甲步兵應該不會升級的喔 因為是二棒棒 二棒棒升級裝甲的這個投資喔 其實不太划算喔 畢竟要140肉 這個肉類消耗其實蠻多的 好 這邊想要利用城鎮中心 開始把家裡圍死 但不管怎麼圍喔 終究還是會有洞 除非你也把這個 上面這兩個地方圍起來 才可以把這個地形全部圍死 那這個地方 你看還有一個洞 這個地方也要圍 所以要圍死的話 其實是偏困難的 這樣地圖 但波蘭我們剛剛有講到 他挖石頭會產生黃金喔 所以其實波蘭在這個情況裡喔 他去挖石頭可以上大石牆 而且黃金也不用挖 石頭挖著挖著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直接再繼續補大石牆 但下面這裡其實有洞喔 不知道道特有沒有看到 好 繼續往下走 他可能意識到 欸 其實有洞喔 好 那哥爾這邊轉出了小弓 那現在小弓出來喔 有兩個選擇喔 一個是跟大部隊繼續前進喔 也有就是直接駐進箭塔喔 增加這個箭矢傷害力喔 去攻擊對方的木槍 之類的 那目前看起來是想要攻擊左邊的方面喔 所以就不會把這個工兵放在前線喔 去駐進箭塔 而是跟大部隊一起走 好 目前看到工兵過來 這邊可能要被迫去查一根新的箭塔 但是哥爾德這邊呢 他這邊假裝要 打裝甲塔 但是他其實連石頭都沒有挖 這也是一個洋宮作戰 看起來是要攻擊你喔 但其實他什麼都沒有帶 連這個箭塔的資源都沒有 好 現在就是瘋狂爆彩 黃金 木頭 肉阿 全部趕快把這個資源採一採 升到城堡市代去了 那道德這邊瘋狂防守 拉了這麼多村民 去蓋這些箭塔還有石牆喔 反而是讓MBL這邊非常賺喔 哥爾德現在這邊經濟喔 非常領先波蘭 因為波蘭這邊只有山村喔 在這邊走來走去喔 所以經濟量來說呢 是波蘭這邊喔 稍微差了一點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經濟喔 來 經濟來說 哥爾德這邊是基本上全贏喔 你看這個石頭挖了五百多 這個挖石頭傷經濟這件事情喔 是肯定的喔 沒有其他的可能性喔 這個我比較可以果斷的說 所以MBL這邊 現在有時代上的優勢跟經濟上的優勢 這邊要怎麼延續後續的打法喔 其實哥爾德是一個難題喔 因為在城堡時代的哥爾德喔 他要打出他的特色 大家也知道 要打出自己的寶兵喔 哥爾德衛隊喔 那哥爾德衛隊需要挖石頭 這裡就是有點矛盾喔 當你有經濟優勢的時候 又去挖石頭 其實沒有辦法延續你的經濟 優勢的這個連貫性的喔 所以如果哥爾德這邊要開弄的話 那他的這個前期的優勢喔 也有可能會不復存在喔 那如果攻勢又停止的話 也不太好 所以這邊是DOT MBL要思考的問題喔 他待會要直接轉奴兵上去強射一波呢 還是3TC轉奴兵 然後轉一些騎士 投車前壓 那這都是DOTMBL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喔 那DOT這邊要想的問題是 他到底有沒有要開稿 那我現在插了這麼多劍塔 那我是不是DOT要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會要開農 還是要全力防守 這些也是DOT忽然要思考的事情 好 那DOT這邊是 應該 這應該是沒有看到 這個哥德在前方下了一個馬就 那DOT這邊前面的木牆還是有點危險喔 這個木牆很快就會被打破了 還是要稍微微一下 OK 全部全面為死 好 破爛這時候也點下了城堡時代的升級 哥德這邊時代上還有20秒就要升級好 時間上還有1分50秒左右差距喔 哇靠這個時間點有點尷尬喔 1分50秒這個時間點 這個開農的差距就會很嚴重 好 那哥德這邊是決定打一個 頭車加騎士的路線 那騎士的話可能只能單馬就 因為他的肉量不太充足 還沒有撒這麼多農田 還在利用野味的部分 這個各種果樹蟲 趕快先吃掉 免費的最香 右邊的話其實也有 但這個果樹蟲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入更香一點 看要不要拉三隻村民喔 去蓋個模仿喔 吃個野味也OK 那目前看到哥德爾 補下了二級伐木二級射 轉一個奴兵騎士頭車的一個路線 欸結果這邊按的不是頭石車 是工程塔 唉呀 這就證明了我沒有偷看啊 這個比賽的內容 哇完全沒預料到是工程塔 但後面還是按了一台頭石車喔 OK趕快駐近這些工兵 工兵趕快放到這個工程塔裡面 但是這是有兩層的喔 所以要趕快從這裡進去喔 這個兩層的話是沒有辦法放進去的 但這邊就可以了 好這邊用洛瑪去吸引 用騎士吸引這個波蘭的視野 好讓工兵進去 但工兵還沒有升級奴兵 這邊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唉唷 道德爾還是發現了 左邊有工兵走進來 這邊趕快下一個修道院 但修道院不是重點 趕快該成城中心跟工程器製造所 更是重要的 哇奇怪是被擊殺到了一隻村民 下方趕快起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防守這邊的村民喔 這邊村民要被射到一隻 哇都射到 哇只射到一隻 尷尬 好這裡終於升級到奴兵了 上方的騎士也直接被箭塔給射掉 好趕快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出奴砲投死車都是可以的 那現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我覺得出奴砲會更好一點 投死車是有可能會被MBL給射掉的 奴砲的話是更穩定一點的 穩定打擊 而且很容易讓這個 唉唷 村民給射回來喔 奴砲 通常遇到奴砲的情況下 波蘭不是跑 就是硬幹 那如果硬幹的情況下 如果 這人被打的話 還可以用村民趕快修理喔 這樣交換來說的話 其實蠻划算的 好投死車開閘 正面的城鎮中心 OK還是要轉一些投車喔 先剪掉一些城鎮中心 但是 哥德就是我們說的這個狀況 如果他選擇強軍士 而且不繼續延續自己的經濟優勢的話 會讓他非常難打 因為他會經濟弱勢 哥德是一個非常需要開農的文明喔 他沒有支援的話 這個折扣就享受不到了 就代表 你只有 一百塊錢 但是你的折扣是給你一個一折 好像也是折蠻多的 還是折蠻多的 你還是要花十塊錢啊 你只剩九十塊錢 所以哥德這個文明喔 還是要一定的存款喔 才可以打 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當然 世紀力國裡面喔 是沒有一折這個選項了 一折好像太過分了 好目前 哥德這邊村民處是44村 對上波蘭是3村 村民差距已經 基本上是看不太到了 那波蘭現在就可以延續自己的經濟優勢喔 補下更多的大裝備跟城鎮中心 哥德這裡也開始慢慢轉容囉 好這邊MBL稍微買賣一下 好這個奴炮繼續追逐 要不要再安一台呢 投石車沒有出去 在家裡繼續防守 好看到工兵 奴炮在這邊 守護 哇完蛋 這裡有一隻老頭 可能會被點掉 哇這樣有點虧 但是他也是遭到了一隻奴兵 小虧了一點 投車掌了一發 哇兩隻奴兵直接被打死啊 投車還是威力蠻沒有的 但正上方的城鎮中心喔 可能要沒了 我預估喔 現在經濟差距來說 波蘭應該是快要追上哥德 甚至有點小小反超 哥德的經濟囉 雖然剛剛波蘭挖了很多石頭 甚至把這個石頭全部挖掉了 但他這邊補到的黃金也是非常的多 右邊奴炮再稍微攔截一下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哥德還是領先喔 但是所有的支援量都差不多了 但石頭差9點多 差1200 但石頭是贏了大概1300 恩結果還是哥德經濟很好 好奇怪喔 好啦可能是因為大莊園剛傻 還沒有追得上 那現在3TC開農 上方的城鎮中心直接損失掉 那這時候MBL就可以思考 要不要利用這個洞喔 去擴展自己的攻勢喔 那我是覺得沒必要 因為騎士喔 騎士可以直接繞進去這裡喔 直接去打個異步喔 但是後方的修道運跟 城堡的關係 所以MBL可能也是顧慮到 這個投資並不是一個划算的選擇 而且很容易被抵擋得住喔 這才是最主要的問題 好這邊戰錘兵直接出來幫打 但是投資車砸得很準 OK後面兩隻弩兵收掉戰錘兵 左方兩台投資車繼續攻擊箭塔 這裡箭塔應該是修不回來 可能也不用修了 哇全部砸光光 好右方的外方箭塔也是搞定了 但左邊這個車身中心還是被騷擾 而且人家是高地的部分喔 有點危險 往前拍 高打第一 後面基本上沒什麼損血 再拍一下有機會嗎 有 還砸到一村 馬一送二 好 那目前看到哥德爾這邊強攻繼續攻擊當中 但是3TC也是穩穩開的出來 村民差距是66村對上68村 突然這邊的經濟開始慢慢好轉起來了 唉唷 唉唷一滴 這就是高打力啊 好痛 好這邊滴掉了一些石牆跟木牆 這裡是想用投資車出去偷偷攻擊嗎 但 道特可能並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很嚴峻的 一介面就開頭 後面的村民表示有點害怕 但好好好 波蘭的村民會自動回血 好再出來再投個一發 回頭打一下 沒打到殘血 再投一發來不及 用戰錘兵出去收掉 OK 距離太近沒有辦法投資 只能送掉 後方槍兵跟騎士喔 也沒有無動於衷 繼續守護這邊的投資車 好波蘭這邊轉出戰錘兵 但哥德這邊已經要點下帝王時代了 首推測也補下了 待會哥德的經濟就要起飛囉 那目前看到波蘭的二級步兵鎧甲 還有輪軸技術也在提升當中 好目前看起來喔 波蘭算有村民上的優勢喔 但經濟上來說有點被消耗掉了 有些村民還在修理這些城鎮中心喔 而且被打掉城鎮中心也是很虧的 好這裡終於有二級步兵鎧甲 攻兵打戰錘兵坦度又再上一層樓了 好正面直接用戰錘兵上前硬打 現在兩隻騎士去解決後方的投資車 投資車問題馬上被解掉 正面的戰錘兵已經扛不太住 這裡用投資車砸了一發 砸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再砸一下 投資車可能會有點危險 先撥 哎呀 拖車要被打了 三台 投車 直接被戰錘兵給敲爛 哇 這個戰錘兵好猛喔 OK 戰錘兵解救掉了 拖欄的這邊危機喔 但是哥德這邊已經偷偷升到了帝王 我想道特應該也是 應該有一點頭緒喔 對放兵這麼少 然後自己用戰錘兵敲敲就敲回去了 那這個情況來說 通常都是點帝王 好 這隻騎士招翔掉 上方3TC開農的哥德 但農田並沒有非常多喔 只有22片田而已 農田量並不是非常的樂觀 那這邊轉出來是射箭場 可能是要升帝王轉火槍喔 那戰錘兵的這個步兵防禦力也是算蠻高的喔 到了帝王時代 擁有6防的這個防禦力喔 2加4 6防 而且血量的話高達95DC喔 坦度來說也算不錯的 所以擁有破防的能力喔 那之前很早期的我們的影片裡面喔 有看到波蘭用戰錘兵喔 打爆馬弓的畫面喔 大家都覺得馬弓是一個可以打帶跑 輕鬆屌打波蘭的戰錘兵的單位喔 當初我也是覺得如此喔 但沒想到波蘭帝王時代的戰錘兵喔 坦到一個不行 直接追著打 然後爆出非常多戰錘兵喔 A過去就完事了 然後再轉個大衝車 然後匈奴的馬弓就傻眼 戰錘打不贏 衝車也打不贏 直接被豬根 那波蘭這個方面呢 是比較優秀一點的 那我們現在看到哥德 這邊弓兵出來 稍微抵抗一下 但慘度還是很足夠喔 還是可以收掉一隻戰錘兵 那波蘭現在也點下了帝王時代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目前先點下了化學升級 好弓兵的部分哥德士沒有強弩 只能稍微拉打一下 盡可能去解喔 這個就是我說的畫面喔 戰錘兵就是一直瘋狂往前送 也不用控了 讓他一直去打 讓對手一直去控攻兵 然後讓他自己 沒有辦法去產生更多的經濟喔 這就是戰錘兵 無腦往前A的一個戰術喔 道德看來也熟知這個戰法 就是不管 戰錘兵一直往前A 被射了也不管 反正你就去打我這些戰錘兵 消耗了非常多的時間 浪費自己的手術喔 然後趕快家裡灑出更多大裝鈕 再產出更多戰錘兵 或是轉出重裝騎士 波蘭的貴族特權 對就是這樣子 哇 真不愧是道德喔 很熟知 每個文明的玩法喔 連我這個波蘭 玩了很多場的玩家喔 都會覺得道德的玩法喔 相當厲害喔 真不愧是職業選手 OK 戰錘繼續往前衝 左邊 這個村民應該是要去蓋哨戰的 看一下圖 那目前MBL想要控制右邊的黃金礦 那道德這邊呢 也是在右邊偷偷挖黃金喔 但還沒有蓋下城堡在右邊防守 如果要蓋城堡的話 可以蓋在這個高地喔 那待會可能要去搶一下他的田喔 再把它滴掉 或是直接蓋在這個地方喔 也是可以的 但是能蓋在高地的話 就盡量蓋高地喔 畢竟高地有這個傷害解免的效果 而且還有增傷 所以蓋高地的話是完全不虧的 那哥德目前轉出了火槍的話 打擊對方哥德的步兵效率就會提升喔 所以這個時候 不是哥德的步兵喔 是波蘭步兵的效率就會提升喔 那波蘭這邊就要轉出重裝騎士喔 去防守 對方火槍兵喔 是更好一點的 這邊要趕快跑 好 重裝騎士還有50秒 二級馬卡也補下了 這邊要直接勝傷攻嗎 還是要直接往前衝呢 哥德這邊準備的東西是火炮 弩兵 強槍兵 這一波大戰移觸即發 後方火槍射騎士也很痛 但這邊戰錘兵有點沒有在狀態的感覺 有點慢半拍 這時候上去的時候 騎士已經死傷慘重 好 這邊火槍稍微拉打 保住了最後一台火炮 火炮雖然損失了一台 但這一波打法 看起來哥德還不是非常好打的感覺 因為他沒有更多坦克在前方 步兵的數量有點少 哥德的村民處現在是108村 波蘭是111村 兩邊都沒有再繼續升村民喔 有點斷村喔 開始瘋狂爆兵 然後去點下三級攻 OK 波蘭有三攻的話 步兵也可以吃到 騎士也可以吃到 所以波蘭打戰錘兵喔 配這個重裝騎士喔 是一個非常凶狠的組合 當然也可以搭配自己的重裝長槍兵喔 加這個戰錘兵喔 去打對方駱駝 然後再配一些重裝騎士喔 當然哥德沒有駱駝 我們就不考慮這些搭配組合喔 那目前看到 哥德這邊的左邊城堡 目前被倒著的兩台巨頭 開始攻擊了 這裡再補一個真兵技術 城堡直接蓋在前線 想要直接奪取左邊的農田地帶 但這邊的槍兵雖然很多 而且有點被城堡中心 射到一些村民 這跟城堡要是能蓋得起來的話 非常的賺喔 左邊這邊大量的重裝騎士 直接上前 收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後方巨頭有看到嗎 城堡拿下來了 左邊的黃金如果拿不下來的話 MBL會有點危險喔 那至少右邊要守住喔 但右邊看起來也守不住 哇這裡礦區跟農田 全部被控制下來了 好 那倒著看到自己城堡城堡 趕快補下了一石一石喔 看到對方的 火槍跟槍兵這麼多喔 這邊轉戰毛兵 好像也可以喔 但轉戰毛兵的話會有空窗期喔 現在的話盡可能用騎士 去往家裡對方送喔 會更好一點 趕快去拖延一點時間 然後讓對方沒有辦法安心的開農喔 讓他對方不要正面開打 利用自己的騎兵的機動效果 趕快去攻擊哥德爾家裡的農田 會更好一點 好 那普蘭二級射就去補下 每補一個射擊能力 城堡的射程跟傷害就越遠了 OK 就提高了一點能力 這邊搭配城堡的傷害 衝擊這個城堡東西很快就可以拿下 裡面有十一吋在裡面射射發抖阿 快逃阿 OK順利拿下了這根城鎮中心 上方的槍兵過來 一過來就被重裝騎士給解掉 當然這邊有大量部隊過來 哥德爾這邊能夠反制成功嗎 不然這邊的重裝騎士數量越來越多 在左邊又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但我們就去看正面喔 這邊這邊會去開打嗎 還好到這邊還是拉打了一下 槍兵太多了 左邊的城堡中心可能也要佈保了 這裡新的城堡存在建立 左右兩邊的礦區都被控制住 哥德爾會非常難受 現在是已經完全斷進的狀況了 那一斷進的話就沒有辦法 就沒有辦法產出其他的部隊了 那火炮這邊解掉巨頭 解掉巨頭之後趕快來拆除城堡 那這邊還是要用火炮 用這個槍兵加上火槍 去守一下火炮 這邊重裝騎士 還是有機會可以抓掉火炮的喔 你 槍兵快救一下 這邊有往回拉一下 上方也有兩台火炮繼續拆除 現在盜頭的問題是要走守住右邊這棟城堡 這時候盜頭也點下化學升級 轉出了弩兵 弩兵的話還有強弩跟拇指環 這也是為什麼不然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募兵騎兵弓兵 全行都可以 這邊直接一頭撞上到了哥德爾的房子 哥德爾這邊的房子坦了非常多的傷害 槍兵過來支援 看來可以驅趕掉這一波的哥德爾重裝騎士 這邊哥德爾想要先把右邊的城堡拿下來 這邊是他的命脈 黃金拿下來才有繼續作戰的可能性 左邊的重裝騎士有點在下水餃了 OK 但至少破爛也把左邊的礦場也拿下來 但是沒有城堡還是有點危險 好 這裡直接復更 重蓋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MBL的村民宿目前非常落後 90村對上140村 村民宿差距約為40村左右 50村才對 不是40村 超兵差距差這麼多情況下 波蘭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肉類還非常多 待會這邊再轉出一些大肉馬出來 也是OK的 好 但槍兵的數量其實沒有到很多 只有22隻 但還可以喔 20隻的話就是一個城型的一個單位 工兵團 好 這邊直接用重裝騎士 正面迎戰槍兵的部分 當然槍兵還是戳掉非常多的波蘭的重裝騎士 波蘭的重裝騎士這樣送掉 其實有點小虧喔 要送也是要送到火槍的面前喔 會更好一點喔 OK 這邊想要嘗試上前 但是騎士的數量只剩下少量的一兩隻 這邊波蘭的大軍突然被殲滅完畢 哥德的步兵大軍直接 直擊波蘭的中心點嗎 好 這時候波蘭點下了三級的步兵鎧甲 還有輪根之處 工會之座 開始在預防喔 待會可能斷金的可能性喔 這個道德是先行預防後續的問題 那現在波蘭也可以考慮喔 把這個石頭賣掉 直接轉出這個波蘭的大路馬 還有這個精冠技術 烈克提克遺產 好 左邊開下一個軍營 MBL終於發現自己經濟上的問題 立即挖金挖石都沒有點 採礦效率非常差勁阿 這邊強弩直接收掉三台火炮 MBL直接損失了六百多金 在這個地方 這個有點無辜阿 這邊村民走到左邊 結果左邊有城堡 直接去送頭 MBL的村民已經很少了 不能再送了 這時候忽然點下 耗不齊戰錘兵的升級 戰錘兵升級上去之後 坦度非常十足 打對方的槍兵是挫作有餘 他們後方的火槍 是槍母需要解決的 變一直瘋狂點射後方的火槍 打得很好阿 奧特這邊的戰術拉扯 打得很OK 右邊的黃金繼續開採 雖然城堡掉了 對方的復根 但右邊還算是相對和平的狀況阿 這邊要解決一下 這裡的軍事建築物 軍營阿馬舅 趕快清除掉這裡的威脅 上方的肉馬 加上重裝騎士 解決掉了一些村民 可以繼續往前升入 好 戰錘兵左右開攻 現在MBL家裡 到處都在著火的狀況 現在要回救騎士很困阿 因為他都是步兵單位 但是本隊在中間 不敢輕舉妄動 雖然上方已經BBQ了 但是並沒有拉非常多的槍兵 去做防守 這邊是用鏟出來的槍兵去防守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阻止對方騷擾 那這邊是要鎖出正門 是有點害怕對方直接 黃倒直龍 黃龍直倒 哪個阿 OK 不太清楚 好 那目前看到 波蘭的強弩 繼續點射貨方的火槍兵 火槍兵導的速度非常快阿 魔子環還是相當優秀的 好 正面的步兵單位 直接被火槍給儲決掉了 快著在右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守住了自己的農田跟黃金還有石頭 還是經濟轉好了一點 但是後方這些重裝騎士解的有點久 但最後還是解掉了 好 右邊再開下了一個新的巨型投死機 上方用了一些少量的步兵 開始進去騷擾 好 哥德終於補下三級攻 他可能意識到了 我的槍兵怎麼這麼癢 這不是你的錯覺阿 是真的癢 沒有三攻的哥德 真的是有點不太強 好 哥德也補下了五正符狀態 想要讓自己的軍營 可以產生哥德衛隊的能力 打這些強弩的話 就會好打一點阿 但是後方的問題沒有解決 火槍還是要回救一下 但這次又拉了非常多的本隊 會帶你做防守 那目前NBL是一位挨打的一個情況 沒有辦法進行有效的反擊 好 三槌兵直接上前開敲這些城堡 這一次單位 拆除城堡的武器中選隊了 用錘子敲城堡 很符合 很符合 真實的 真實狀況阿 好 三槌兵這邊直接上去砍了 槍兵的傷害 這邊槍兵非常多 後方神堡建立起來 自動城市中心可能沒救 NBL突然打出了GG 哇這個戰錘非常坦阿 坦了超多傷害之外 還擊殺了27隻的槍兵阿 真的是非常猛阿 我們看他這個近戰防禦武 他的擊兵是5點傷害 沒打下只有5滴血 而且他還有這邊高地優勢 打這些戰錘兵非常強 後面還有非常多的槍兵在射 這邊槍兵基本上都是白給 那NBL這邊 打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問題可能不是非常大 我覺得是道德這邊有點強 他對於破爛的理解 其實也是非常的深入 那哥德這邊可能硬要出他的問題 就是礦區的防守並不是非常的好 右邊這個礦區 明明是城市中心的地方 卻沒有城堡 守住這個黃金 要是讓破爛挖不到這塊黃金的話 其實戰局的改變可能會有所差距 畢竟自己是NBL 是在早期是有控圖的優勢在 那左右兩邊都各插一個城堡的話 先把黃金控下來 然後即時轉出火炮或是哥德韋隊 進行防守還有火槍之類的單位 可能會更好一點 當然是槍兵的部分也是要升級 但這個部分就是有點吃經濟的部分 那NBL這邊的經濟來說 一直沒有到非常好的狀況 村民差距一直有被打出來 破爛這邊反而是家裡穩穩的 一直沒有被燒的情況下 經濟實在是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 我們就看到破爛這邊是完全勝利 什麼資源都贏 黃金贏了8000 石頭贏了快要2000 食物部分就是贏了12000 哇 直接追上去的這個經濟 那KD值的方面 是破爛拿到1.54的KD 割的拿到0.65而已 他的一隻單位只能擊殺0.6隻的單位 非常少 那破爛則是很有效率的 1.54 非常高效率的擊殺單位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